那第一位会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VCR 主持人也提提说 王老师交戏的过程当中 经常打沉酵吗 大家对于成效来讲 是非常严格 都是经常是打气 要拉伤的话 这个动作一定要找好 我们小时练功的时候 老师拿糖棍 这个动作 这个位置给大家敬飞 观众特别希望 让给大家唱一番 文化自信唱成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VCR当中的主人公请上来了 他是著名的这个河北邦子的表演艺术家 那同时也是梅花奖的得主 哇 最高奖匠 更重要的还是第三代银达字派的传承人 来 赶紧请上王老师 有请 欢迎王老师 来我们这儿做客 王老师很新潮啊 是一个新潮的艺术家在打扮 我刷到过王老师那个直播间的样子 所以您会经常上直播吗 其实我对这个直播不太感兴趣 那些软件我全没有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我的徒弟啊 学生们呢 他们去录一些小视频 然后在网上去发 做一点宣传吧 后来我的同事啊 什么的告诉我 他说你看一看 你的学生 你的徒弟 做了一些小视频 对这个戏曲的宣传 有非常大的好处 看完以后呢 然后我这几个学生呢 就喊着我 他说师父 咱一起来做个直播呀 什么的 宣传宣传 我呢就是尝试一下 因为平时呢 接触一些北京的老师 河北的老师 在一起演出的时候 比如说像北京帮团的 王英慧老师 他就经常来着我 咱俩拍一段吧 在网上发一发 说是很多的网友看 就是几万的网友 是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渠道 是窗口是非常好的 对会有很多人看到嘛 传播又好 现在因为像平潭啊 京剧啊 就很多人都在上面做直播 可能我南方上 可能稍微要知道的少一点 但是如果我看到 像您这样一个老师在那边 唱这个 或者说 我再普及一下 我肯定会停下来就会看 王老师我跟你说啊 这个陆琪老师是 现在新媒体的大咖 达人 我们真的可以 下次可以试一下 哎呀 咱们现场演绎一下 比如现场讲一小小段技巧 或者是一个宣传 陆琪老师 他作为一个网络 很熟悉运营的人 在旁边煽风点火 我给他捧个妹 对呀 肯定能 肯定这段视频录下来能火 我觉得能火 是吧 愿不愿意尝试一下 可以 好 直播开始 直播开始 好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啊 请来银打字派的王老师啊 各位宝子们 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左上角吧 关注点一点 就是宝 就是粉丝们 粉丝们 粉丝们叫宝子们 我现在就是宝子们 对 给我们关注点一点 然后加入一下 王老师的粉丝团 以后我们把王老师 请到我们直播间来 就经常可以听到 王老师来给大家 唱经典的河北帮子 来 我们有请王老师来一段 那我就唱一段 我师爷的创造的 《达字腔》里边 最经典的一段 也是很多曲种 借鉴过的这段唱段 好 叫 《打金枝这一件莽龙袍》 这一件莽龙袍是真正的花铁 这般是你长不一样 亲手而作来的 哦哦 哎我觉得特别有感人力 特别有影响力啊 感人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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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也非常珍贵 也是在乡下演出的时候是影师拍的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在农村演出 演出结束以后观众不走 我父亲就从台上跳到了观众席 然后背过身来跟大家照了一张照片 你要到现场的时候 你会看不到边 就乌鸦鸦的 非常的 人特别的多 这是在教理 这是在我们家 当时我父亲有好多徒弟 也有喜欢摄影的 所以呢 我父亲在给我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偷偷地拍了很多的照片 这是在说戏 这是在说戏 这是几岁的时候呀 这个差不多在六七岁的时候 从小会挨打吗 李宗盛 挨打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戏嘛 很多的动作 比如说在练功的过程当中 举个例子吧 就说这个扇篷 你要控制半个小时 控制二十分钟 你说这个就这样控制着 你控制得住 我们控制不住 可是这个位置你不能变 但是一累了就下来了 然后就 就拿个棍 就这一下 你会记一辈子 你这个位置 永远是在这儿 所以说这个打是必须的 所以这个严厉也是一个印记 让我们知道 我就得吃这么苦 才能保持这个高的水准 是的 现在稍微地 对这个戏曲的这种 大反对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传统的东西 还是多保留一些 您小的时候 父母都是这个行当 李源世家 自己都不用问 是不是喜欢 就走上了这一行 可自然是吧 就是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就上台了 水到渠成 再说也是慢慢的 也就喜欢上 尤其是看到 父母在舞台上 很不容易的一方面 是 比如说他在演戏的时候 我就 就会在侧母条那去看 比如说就是这张照片 这是我父亲 这是演的扣准 然后呢 你看那侧母帘呢 有一个这个胳膊肘 露出来的 这就是我 基本上我父亲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 我母亲啊 我姐姐啊 还有我基本上都在侧母那去盯着 因为他演出 他的所有的戏呢 都非常的累 非常的辛苦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居然有一个小礼堂 当时排的是扣准背靴 这出戏 这段戏里其中 有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是扣准啊 在跟着这个柴郡主 晚上去找这个 杨六郎的时候呢 他这个路途 肯定是坎坷 然后呢 没走好一半 然后这个一晾起来以后 这个靴子就出去了 飞出去了 靴子 其实给观众的感觉就是 就随便飞出去了 但是他这个技巧是在哪 这个靴子甩出去以后呢 到了空中 他还要走一个掉毛 就是翻一个个 然后坐在地上 他那靴子下来的时间 正好到手里 所以说他甩上去的这个高度 等你翻过来的时间 接他的时间 这个要掌握得特别的精细 很多的时候 这个靴子下来的时候呢 就直接拍在了脸上 拍在脸上 他就肯定会晕过去 因为那靴子非常的沉 我去后台看过他们的戏服 那个靴子就是特别重啊 它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纸压的 然后给它两寸八 或者是三寸左右 所以就不想让别人看见 它这个不好的一面 所以当时呢 我的母亲呢 就经常把我父亲 反锁在这个小礼堂里 那不是很危险 万一真砸了 晕过去也没有人在旁边 我妈就盯在门口 很多次就是晕过去了 就是为了能让她 潜心安安静静专注地练习 这个太厉害了 好在呢 在最后会演的时候呢 这个动作非常的成功 就是那么甩出去掉毛 就正好掉在了手里 就满堂彩 满堂彩 因为这个动作是 谁也想象不到的 所以这个是创新的动作 这是创新 这是他自个创造的 因为我父亲当年 跟周庆芳大师学习过 所以能把这个旗派的 这个艺术和这个 我们何友邦的艺术 融合到一起 放到了舞台上 对 就原先的这个扣准 扔车没有这么 复杂危险的过程 现在也有这个动作 但是呢 就是很少走 危险系数太高了 有一些像您父亲这样的人 愿意去试这样危险动作 完全是因为 自己内心觉得 我要扛住这面棋 就跟您现在一样 就是因为为了 扛住这面棋 所以我什么都得去 尝试一下 这也是您后来就坚持着 执着着 去从事这一行当的 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 所以学艺 其实就是牺牲对吗 确实是有牺牲 但我觉得 我还觉得挺骄傲的 挺值得的 是啊 我父亲呢 对舞台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也要求非常高 爱是 倒在了舞台上 去世的时候呢 也是在舞台上走的 在2000年的时候 过年 我的师哥上红 接他到苍州去演出 当时演的戏呢 就刚才大家看到那张照片的 那个徐策跑城的 那么一折 他要上城楼 去看他的那个削胶 这个马边拿起来 要骑马 要上马 要跨腿 所以他这个动作非常的大 动作的这个幅度也非常大 我父亲呢 是有心脏病 惯心病 当时上场之前呢 就交代了我师哥上红 就是我今天啊 心脏可能不太舒服 你呢 拿着点这个塑胶的救心 然后就演着演着 就是好像就是心脏不太舒服 正好赶上这点上马 这点动作大的 这个幅度大这点 然后就 一头就 一头就 就躺下了 躺下以后呢 就是说 你如果要是真是不好受了 你就不要再起来了 对对对 可是呢 他就是 坚持着挣扎着就 又起来了 还要走这个动作 又躺下 这次躺下以后就 就再也没起来 那您当时在现场呢 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就是因为 每次基本上都是我陪着他去演出 可是那次呢 我是在咱天津的 滨海新区 大岗那边 有一个任务 所以呢 就不能陪他去 临走的时候呢 还是我哥 我哥 早上起来给他买的 煎饼果子 那天津的 是吧 送了他 然后就没想到这一走 就再也没见到 当时我记得就是 我们听到消息 在赶到苍州的时候 给我们直接拉到了医院 我当时我就已经 就惊讶了 觉得 怎么说是病了 怎么到医院了呢 直接到了停尸房 当时我看见我父亲的样子 就是 还化着妆呢 那种场景真是 爸爸 其实演示应该也是慈父 对吗 我父亲吧 平时很少管我们在 你们看这个かな 儿子 在什么院 这个 birthday 很少吧 我可以了 我生活 那种家会 сколько Kenny 要 听 你们 听 我 这 就是 flows 涉得 我 你 哪 cas 你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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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陈肖啊 他就录一些这个 这个平时练功的 耍那个冒刺儿 这个动 这个再停止 一会儿这个动 这个再停止 这个我听着都觉得好看 我都想看一看 所以他们对这个呢 这个好 所以这个戏曲呢 不单单是 一个方面 它是 多方面的 唱法呢 也在 音乐方面呢 也在改变 怎么样去感染人 比如说 非常的 非常的激烈的一些故事 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 加拿来可以考虑一下 去做一些小的一些东西 在网上传播 这个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们这个 何也帮子 特别接地气 也特别容易呢 能让人 能感染人 所以我觉得 您刚才说的那个 非常可能 对 因为我们网络小说里面 有很多东西 可能哪怕是 在舞台上面 用你们特殊的唱腔 把它给表现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让人 完全耳目一新 我似乎看到了 未来有一种 现象级的事情发生 但我聊到这儿 我突然觉得 眼前出现了一道光 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 竟要保留传统的精粹 还有很多 可以融会贯通 或者像我们这个 王老师这样 他很有创新理念 愿意去不断地探索 这样的戏曲名家 因为王老师 已经在和网络去接触了 完全可以更进一步 我觉得未来 你们可能看到 真的是青年人 甚至是 就很时髦地潮流的 孩子们喜欢河北邦子 因为我们王老师 把它改编成了一个 特别有感染力的 一个新的东西 其实现在我们是在 非常努力地 去做一些 把青年人带到剧场 来看戏的那么一个工作 其实我们还做了 一个相反的一个工作 就是在我们 天津河北邦剧院 小百花剧团 我现在负责他的 日常的工作 排练的什么 就是院领导 经常去 把一些 古的老戏也好 是一些 你没见过的戏也好 你只要能 给他教给学生们 你就去做 千万你不要考虑困难的 用这个用那个 所以就特别支持我 所以我觉得 现在传承的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是非常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说 非常困难的时候 现在我很多的师哥 师姐他们 都退休了 我的师姐 赵敬老师 已经退休了 像什么斗鹅 这些个老戏 你要再不传给孩子们 估计这个戏以后 都没人会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做成 网上的课堂呢 去年已经在做了 就是做了一些 就是网课 大家在家里边 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有这么一个 想法 就是比如说 我们城市里面 很多孩子 因为从小跟爷爷奶 一起长大 他爱听这个 他一看网上 有王老师的课 他马上觉得 那我可以学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种场景 是经常有可能规律的 所以你看这个 传承其实有很多 我们值得去探索的方法 陆琪老师提到了 这个网络授课 包括网络小说 搬到我们这个 河北邦子的舞台上等等 但是我觉得 就是需要像王老师这样 他既掌握了 我们传统记忆的精粹 有非常高超的 你看梅花讲的这个 肯定是有记忆在身 那同时也愿意创新 对吧 他有一个发展的 一个看向更远的 这样一个思路 站在传承里面 我觉得是一件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没有传承 就没有根嘛 尤其像银达兹派 像这样一整个派系 下来的东西 这里面不知道 是有多少瑰宝 这个瑰宝是不能丢的 突然之觉得 舞台上有一束光 这束光既有传统 又有创新 既有过去的瑰宝 又有未来的 我觉得新生的力量 这个就觉得很完美 而且充满了期待 谢谢 谢谢 今天很开心 能够在我们幸福来敲门 王老师做客 我们的解恶之家 也希望未来 王老师能够带着我们 银达子派的 这个河北帮子 走向更宽阔 更创新的舞台 谢谢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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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再见王老师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观看完整节目 好 我们一起来看VCR 让我先算一下啊 大概应该是十个月了吧 我大概学了九个月多了 已经学了一年多了 一年 喜欢 因为我生出来就是这块料啊 喜欢 我长大后会变成卷 过了一天又一天 昨晚我做了个南科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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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光 欢迎宾 喜欢 因为它很搞笑 它是写丑节的 丑节特别好玩 喜欢 因为石老师每天会给我们做饭 我觉得石小亮老师是个很热情的人 石爷是个很特别的人 石爷有办法能让我好好练 也不激进 好的 赶快让我们请上石小亮老师 有请 你好 石老师 石老师好帅 石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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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我们石油之家 你好 石老师今天是一身中山装 特别的有气场 戏剧的名家 这一出场自带气场 但是陆继老师你没有发现 石老师上场真挺帅的 是吧 可是您的戏曲中的这个角色是 丑角 对 丑行 丑行 但是您这么帅 怎么进入了这个角色 丑行呢 我进入丑行 可以说是 阴错阳差 无心插流流成阴 我呢 75年 以一出现代戏 至此为虎山的一段 川林海跨学园 通过七次考试 考入了田津系校 当时呢 是全市十二万八千个孩子 选的 选了五十八位 选了五十八位 我进系校是文武老生 两年 两年 现在系之后呢 第三年 恢复了传统系 我当时呢 个儿不高 基本功扎实 在我们班数一数二 而且呢 这个又比较机灵 灵头 老师一看 哎 这孩子可以给他排出三叉口 哎 我看过三叉口的这个传统剧目 他其实很要求主要是武了 对啊 是吧 他是这个武功 嗯 尤其那个矮子功 灯光就这么亮的时候 他是表现黑夜 摸呵 特别需要基本功扎实 对了 所以呢 特别受欢迎 哎 这个演了一年之后 第三年头上呢 开始分行当 生淡敬丑 到丑行这儿 一看我演的三叉口 说老师 你看这孩子 基本功那么扎实 又这么机灵 又有幽默感 干脆就归丑行吧 就从文武老生 就这么归到了丑行 啊 其实老师是觉得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因为丑行其实挺难选的 但你会不会觉得有点 对吧 我本来应该是大主角 这当时 这我妈妈不高兴了 啊 找到学校 说我们孩子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给我们归丑行了 我猜就是 当时跟他们急了 对 急了 结果这个班主任就给解释 嗯 说丑 是一个行当 生但净丑 不是说人长得丑 就是被丑行 嗯 啊 就是一再给解释 我们丑行 其实最讲究干净漂亮 哦 所以就这么进了丑行 进了丑行 那您这样基本功又扎实 条件又好 那后来的这个 在行业当中的发展道路 应该挺顺利的吧 我 我毕业之后 84年成立了青年京剧团 然后呢 就是团里的领先出演 嗯 啊 先后 拜了三位艺术家 为师 嗯 拜了张真华 张先生 专公又专公武丑 郭文祥 郭先生 啊 又教我那个文丑的戏 啊 另外再又拜了董文华 学猴戏 嗯 这十几年来 无论是无丑 文丑 猴戚啊 在他们的这个 言传身教啊 再加上自己的自身的努力啊 可以说 在艺术道路上 攀登了一个新的高峰 所以你看 刚才这个石老师说 通过这么多名师的这个栽培 他是走上了一个高峰 甚至巅峰 对 其实您这个高峰 都不仅仅是高峰 是顶峰 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戏曲界 其实最高的荣誉 嗯 陆奇老师肯定知道 梅花奖 梅花奖 石老师就是梅花奖 获得者 但我有一个疑惑啊 其实戏曲界梅花奖 我知道好多都是唱这个 就是主角啊 主角 才更多的机会得到梅花奖 这个丑行 能得梅花奖 是不是也挺不容易的呀 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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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这么说吧 当时这个梅花奖 是所有的这个戏剧界吧 都非常渴望得到它 是啊 我为什么我们丑行拿这个梅花奖 它难了 因为它当时有个门槛 它必须得有自己的作品 嗯 自己首演的剧目 比如给您量身打造的 嗯 但是谁给无仇写剧本呢 嗯 那大家他都给生诞写 没有给我们无仇写的 嗯 知道吗 这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就是研究 就是找一出昆曲戏 剧名叫十五贯 其中有一折叫防鼠厕字 就把这一折戏呢 给它移植改编成京剧 又丰富了丑与老生的对唱 加强了表演 哎 这么就把这这出防鼠厕字 移植到京剧 这样可以说也算是你 移植过来的 你是首演 那那么在03年 一出打光源 一出防鼠厕字 还一出三到九龙杯 拿下了第二十一届梅花奖 也可以说 无丑获得梅花奖的 第一人 我是第一人 第一人 那您看这个史老师 到达了这样一个高峰 其实接下来 还是很很重的任务的 不仅仅是让自己的艺术造诣 更加的前进 这还得传承 是 到现在我这个年龄了 今年58都过去了 应该重心放在传承上 我全国有21个徒弟 每个人 现在已经都学了五六出戏了 甚至七八出戏 那您这21个学生 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 现在还活跃吗 嗯 现在应该说都在各个院团 这个活跃在舞台上 但是他们呢 我感觉就是给他们创造这个演出机会太少了 哇 太少了 观众不多 对吧 这个他们呢 在各个院团吧 嗯 他们属于是那个小苗子 小主演 但是呢 不会给他们那么安排的 这个演出的特别多 嗯 所以史老师你有想过 就把这个舞台搬到网上吗 就我觉得尤其你们丑行啊 就特别适合在网上表现 对 网上那是 就跟你在现场看足球 跟那个在电视看足球 他尽头是不一样的 哦 你在舞台上 那个神韵啊就把握不到 哎 你面对面的对观众 一演到高峰的时候啊 对观众啪给你叫好 哎 那种感觉那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面对面的来 看一下这个神韵 今天一定有 你们感受一下这个神韵 让我们 嗯 这个石老师一定带着绝活来的是吧 今天 这个 我们这个 五丑戏啊 嗯 这个就是哪出戏 都有哪出戏的绝活 那么我给大家 表演一个 我们十圈偷鸡 啊 里头这个吃鸡 是用吃火 这个绝活啊 这个代表偷鸡 哦 我给表演一个 哎呦 期待期待啊 我先吃这个 鸡大腿 这个 它有个名叫 独立朝钢 哎 哎 这鸡得烤热了吃啊 哎 把它烤热了吃啊 哎 哎 哎 烤热了吃 走 哎呦 走 走 走 真香 真香啊 哎 哎 这儿有酒啊 我来一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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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吃这个 鸡胸脯味 这也有个名 叫 当朝一品 哈哈哈哈 哎 烤热了吃啊 烤热了吃啊 哦 好 真香 真香啊 哈哈哈哈 哎 再来一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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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嘿嘿嘿嘿 哎 哎 我再吃这个 鸡屁股 哎 嘿嘿 好 哦 好 哦 好 好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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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吃这个鸡 不能咋嘛滋味 嗯 要咋嘛滋味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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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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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好 哇 太厉害了 啊 这个近距离地看大师演绎啊 我觉得特别震撼 对对对对 但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 训练 也受过伤吧 是不是同志工啊 他开始练的时候 这上牙糖都一烧一层皮一裂出来了 哦 那这里有绝窍 你吃的时候先吸一口气 拿牙含住它 然后用气往外滚 扑扑扑扑扑把那火星给喷出来 哦 嗯 这得反复练 嗯 一上来你烫嘴外面的里面全烫 舌头也烫 上牙糖的也烫 所以我们这个无论哪出戏都有它的绝活 嗯 这是石山头鸡 你到了石山道甲 它那个三张磅高四五米 那上面 那个挂脚 一只脚勾上 你必须先撒手 这人悬空了 然后这脚迅速挂 就这一下 比杂技那个还难 我为什么这比杂技还难 杂技叫高难动作 它有那个 对对有保刀线索 它有那个 咱们这也没有 叫每天反复练 反复练 哎你照着这个真是这个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您受过伤吗 受过 受过 无戏演员 没有没受过伤的 有多严重 我跟你说 我鼻梁子蛇过 都练功 嗯 这个膝盖这哈 韧带拉伤 脚背蛇过 哎呦 俩脚后跟粉碎性骨折 哎呦 这是 无戏演员没有不受伤 所以这个真的练这一行 又得有天赋 你还得做好受伤 特别吃苦的准备 嗯 对 那您说像您啊 因为已经是很高造诣的 表演艺术家 戏剧艺术家了 那现在小孩们可能 这个时代又很辛苦 吃没有苦 小孩 这咱们您看21个徒弟 毕竟成年人还在各个 这个地方的剧院 有机会演出 他们算是入了行了 嗯 那那小朋友呢 这现在孩子们学的还多吗 这个京剧啊 嗯 就得从娃娃抓去 是 因为现在京剧的这个 好苗子太少了 嗯 所以呢 我呢 17年 我成了一个少儿艺术学校 主要是抓京剧 由七个孩子开始 现在已经二三百个孩子了 我办这个主要目的就是选才 再一个让孩子们得到锻炼 嗯 赤苦耐劳的精神 哎 让他们懂礼貌 嗯 给他们立规矩 然后 从中 我选拔 好苗子 嗯 那小孩子也不好管吧 就即便是在普通学校学习 有些孩子都调皮捣蛋吃不了苦 那在咱们这儿又辛苦 那他要淘气啊 不听话怎么管呀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一个咱教学严格 还有一个到每周六日中午 我给他们做饭吃 还 你还做饭呢 我给他们做饭吃 每次做完 你也做的好吃吗 好吃 我说你们好好练 谁调皮捣蛋不给谁吃 就是你表现好 我就奖励给你 你特别爱吃的 对 就鼓励他是吧 鼓励他们 您就是鼓励教学吧 对对对对 有没有哪个小朋友 就通过您奖励他吃好吃了呀 鼓励他呀 他就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 有啊 有啊 最突出的就是我的徒孙六一 他最爱吃我做的肉丁炸酱面 这孩子一进我们的学校 我一看 这孩子可是一个绝好的无丑好苗子 那我就看上他了 然后我就阳格把关 那给他找四个老师 然后呢 这孩子啊 这个能吃苦 能吃苦还能吃 还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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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每天练练他就吃啊 是吧 能吃呢 我就用这个肉丁炸那个面 我给他练功的时候啊 我这样 刘姨 我用一张尺 是吧 由这个肉丁炸酱的 这么大块的肉丁 然后 再往下缩 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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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写个一排 到最后都没了 然后我让他量功 走那个 就是我们金木工 我们叫小牌子 两排算一组 一切走十组 然后呢 我给他在那肉丁上画钩 这一排下来 我看你的质量 质量好 画你最大块的 质量不够 往小块上画 这孩子一看这个 哪一排走的都十足啊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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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这还得看看 这个师爷给我画了哪一块啊 太可爱了 目标训练法 对不对 而且特别管用 而且练完之后 得兑现了 真做了就 真做 转天 两盒 然后孩子吃 最爱吃我做的这个面 哎呦 听见这六姨小朋友可爱 今天咱可爱的小六姨来了 妈来了 来了 赶紧把六姨请上去吧 来啊 欢迎我们六姨小朋友 你好你好 这边 哎呦了 哎你是叫师爷还是叫爷爷 还是怎么称呼他呢 平常 我叫师爷 哦 哎六姨你 你为什么叫六姨啊 谁跟你起劲名 因为我是六姨儿童节出生的 哦 我生出来是六经一两 所以我才叫六姨 哦 你这个跟师爷学了几年了呀 我跟师爷学了一年 一年 那师爷除了给你做好吃的 他平常凶不凶 不凶 真的吗 有能让我好好练的 也能帮师爷凶的办法 有不凶的办法让你好好练 那不就肉丁面呗 对 因为师爷就挑我最爱吃的 大 师爷做饭真好吃吗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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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大的你爱吃 还是中的爱吃 大的 越大越好是吧 那你每次都是吃大的 还是吃小的呀 都是吃大的 那说明你很棒啊 那你今天来了 也是代表你们这个学校呢 你得也拿出绝活来 让我们看看行吗 行 来我们欢迎留意小朋友表演 来啊 这也给打上啊 拆拆拆拆 拆起东 拆 拆 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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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担 担子里的五个小碎角 你给拔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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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喜欢啊 对 你看 刚才 这你们也给叫好 这个我也给叫好 这个我想 观众们也都会给他叫好 他才刚进入七岁 能有这个水平 我们就是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苦练这个几年 苦练几十年 其实要的 就是观众 这一个好 这是对我们是最大的欣慰 这个 就是心里那个感觉 就别提了 出多少汗 就为了观众 给你叫一声好 这是对我们的认可 所以 做意义这一身 其实并不是追求什么荣华富贵 也不是什么灯红酒绿 多少聚光灯照在我们身上 无非就是我们被人认可 站在舞台上 一个艺人的身份被人认可 真的 我始终觉得 这种认可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 对生活很有追求的人 或者渴望内心 力量感的人 都是特别真挚的 特别难得的 你看 小六音可能他现在不太懂 他就觉得我翻跟头 我练舞 我爽 但这个爽的背后 就是你的师爷 在教你做人 教你做事 教你对待这个世界 打开的方式 就是用你最热爱的方式 去努力地拼搏着 我觉得特别棒 特别好 其实 施老师有好多的学生嘛 他们对于 施老师的崇拜和尊重 平常可能不太有机会 向您表达 但是他们那份心意 是真真切切的 我们还录着这样一段VCR 给施老师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一起看 施老师辛苦了 我爱你 祝石爷爷身体健康万事主义 Yeah 祝石校长演出成功 石校长我们爱你 哎呀 哎呀 真是录的 我都不知道 哇 我觉得施老师眼睛 都现在亮晶晶的 这里头就加一块有撒丑了 我看见撒丑 所以他高兴的是因为 丑行后继有人了 嗯 对 哎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就是艺术家的高峰 可能还真的不是 哪一个梅花奖 因为你们施爷爷 一心想要的 其实就是把丑行这个行道 给传下去 是 尤其有这么个好苗子 一定把它培养出来 啊 我跟我的恩师 把艺术学到我自己身上 那么我见着好苗子 啊 还要往下传 传授给他们 将来他们也要一代代往下传 啊 把我们无仇艺术呢 发扬光大 嗯 我们无仇 啊 你要记住 刘一 这一辈子 就伴随一个字 苦 就一个苦字 你要吃苦 只有吃苦 你台上才有光彩 尤其咱们生诞镜头 丑行是小行当 啊 能让观众认可你 就是一个字 苦 啊 小六一 吃得了苦吗 吃得了 真棒 吃得了炸家面也吃得了苦 很特别棒 哎呀 我觉得今天录制挺美好的 让我们觉得 我们可能也许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在忙忙碌碌着 有些人像我们的艺术家 在可能一个更规律的舞台上 在传承着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但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点亮自己的人生的道路 所以小六一你要加油啊 像着爷爷这样 一直向艺术的道路上往前走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石老师来到我们 谢谢石老师 谢谢 来 带着您最爱的小徒孙 再见 石老师 再见 今天两位戏剧名家分享 他们的传承之路啊 我还是挺感动的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传统艺人的那种 戏比天大的精神 所以我们中国的传承的文明 传承的文化 是有一代一代这样的艺术家 甚至于拿自己的生命去献艺 才能够传到我们今天 所以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艺术家 珍惜每一种艺术 那我觉得有诗叫有图才能传承 那看到了我们大师的风采 那我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 更多的孩子们 包括孩子家长可以看得到 你们从这些大艺术家 明觉身上看到的光芒 希望这些光芒 能够传承到你们的孩子身上 能够让我们中华民族的 瑰宝戏剧文化 能够渊源流畅 哎呀 好啦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啊 我们以后的节目呢 幸福来敲门都会陪伴着您 用我们的温暖来治愈您的彷徨 用我们的真挚来疗愈您的内心的忧伤 我们幸福来敲门 用一颗最真诚的心一起陪您 2022再次前行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